文成公主 松赞干部才决定找个好姑娘成亲 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 就是一个好姑娘 她既美丽又聪明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文成公主的美名 也传到了松赞干部的耳朵里 于是他派能干的使臣陆东赞 到长安向唐太宗求亲 陆东赞来到长安的时候 使馆里已经住满了来自印度 波斯等国的使臣 他们都是奉国君之命 来向文成公主提亲的 唐太宗很为难 想来想去 他决定通过考试来选女婿 于是唐太宗召来各国使臣 宣布道 我出三道敌 谁能顺利答出来 我就把文成公主 嫁给他的国君 这叫比智慧选家婿 人们听了都拍手叫好 唐太宗带着大家来到御马场 他命人遣除一百匹母马 和一百匹马鞠 然后对各国使臣说 第一道题 请大家帮马鞠找到自己的妈妈 使臣们拥到马群前 左看右看 前看后看 比较马鞠和母马的毛色 比较他们的长相 可是始终没有人能正确地说出 哪匹马鞠是哪匹母马生的 陆东赞是牧民出身 这件事可难不住他 见大家都失败了 他来到唐太宗面前 请求道 皇上 请把母马和马鞠分开关椅 第二天我再来辨认 唐太宗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 陆东赞先放出了一匹马鞠 马鞠撒着欢 朝一匹母马跑了过去 陆东赞高兴地说 皇上 这匹马鞠是那匹母马生的 马鞠饿了一夜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找奶吃 他一定不会找错妈妈了 唐太宗微笑着宣布 第一道题 西藏陆东赞获胜 唐太宗接着出第二道题 他命人将一百只小鸡和一百只母鸡 带到使臣们面前 现在请大家分辨出哪只小鸡是哪只母鸡浮出来的吧 大家一听都傻了眼 小鸡可不会吃奶呀 这可怎么认呢 陆东赞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请求道 皇上 请给我一碗米好吗 唐太宗疑惑地看了看他 命人端来一碗米 陆东赞抓了一把米 撒在小鸡群里 只听母鸡咯咯咯一叫 一只小鸡飞跑过来 别的小鸡却对他不理不睬 皇上 这只小鸡是那只母鸡浮出来的 小鸡总是跟着妈妈找吃的 第二道题又是陆东赞获胜了 唐太宗手里拿着一颗鸡蛋大的珍珠 出了第三道题 这颗珍珠前后各有一个洞 洞是相通的 只是通道有九十九道万 现在我要你们把丝线 从这头穿到那头去 穿过去的获胜 哈哈 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难题呢 是臣们拿起丝线就穿 但是一天过去了 也没有人穿过去 陆东赞也放了难 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 就拿出一块乳酪来吃 他偶然一低头 看见一条丝线从脚边伸出来 一直伸到不远的一个小洞里 他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些蚂蚁排成队 将他钓的乳酪渣抬回了家 陆东赞一拍脑袋 嘿 有办法了 他小心地捉起一只蚂蚁 把丝线拴在他的腰上 然后把它放在珍珠的一个洞口上 用嘴轻轻吹 唐太宗和其他使臣都围拢过来 只见蚂蚁被吹进了小洞 不一会儿就带着丝线 从另一端爬了出来 陆东赞真是太聪明了 唐太宗对他赞不绝口 唐太宗想了想 决定再考考他 就说 三道题 陆东赞都答对了 本应该让文成公主 嫁到西藏去 但我还是要看看 松赞干部有没有这个福气 明天 陆东赞要从五百个姑娘里 找出文成公主 找不出来的话 公主还是不能讲 别国的使臣都说 这太简单了 见过文成公主的都能认出来 可陆东赞不这么想 他觉得既然是道难题 这五百个姑娘一定长得都差不多 而最头疼的是 自己从没见过文成公主啊 陆东赞一直没想出办法 他愁眉不展地回到住处 服侍他的老妈妈 有个女儿在宫中做事 经常见到文成公主 他非常佩服陆东赞 就告诉他 文成公主的身上 永远散发着一股香味 不论走到哪儿 总会有一只金色的蜜蜂 和一只玉色的蜜蜂 围绕着他 第二天 果然如陆东赞想的那样 五百个姑娘 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他围着姑娘们走了几圈 看到在第四百九十一个姑娘身旁 有两只蜜蜂上下飞舞 你爸 您就是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对唐太宗说道 侍臣都这样聪明机智 君主一定更了不起 父王 我愿意嫁给松藏干部 让汉藏两族人民 世代友好团结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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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